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加入我的配出源会员 竟想有证书的独家魅力 作为会员你将获得以下特权 提前收听,抢先体验最新有证书 会员专属内容,享受只处于会员的独家故事 投票选利,参与投票一起决定下一部作品 点击视频下方链接,成为配出源会员 或者去用商店下载配出源 然后进入配出源搜索海量有证书 一起探索语言的魅力开启独特的听书之旅 期待在配出源与你相遇 第四十六章 要出人命了 我被陈柔赶回了房间 躺在床上后,我有一种复旧感 杨文的事情,我和陈柔都是一样的辛苦劳累 可事情结束,我可以放心大睡 陈柔却要连夜调和之分 某个时候,我想我应该冲下去 强硬地对她说,不让我帮她,我就揍她 可想想还是算了 毕竟她本人可是很强的 至于对她的复旧 在将来的日子里对她好些 应该算是不回来了吧 想到这儿,我释然了一些 不过这样一来,却怎么也睡不着了 百无聊了一下,我开始玩手机 打开微博有推送的消息 检测到你在层城是否加入同城服务 我下意识地点了加入 然后就有一列同城微博展现在了我的面前 其中有一条深意仇杀 小刚为你貌似直播的微博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我点开了,就见视频里一片黑暗 慢慢地出现了路灯的光芒 然后一人夺路狂奔 在那人身后有一名男子紧追不舍 动作虽然机械 可速度却是十分的迅捷 两人很快就消失在了事业之中 虽然只能看到背影 但是我能确认 这两个人前面的是常亮 后面的是杨文 我可没想到杨文这么快就追上了他 这个时候主播的声音响了起来 你们刚才看到的 是我十分钟之前 在层城虎条街拍到的画面 这接下来我会貌似跟拍 你们欣赏我的敬业精神吧 想看更多惊险的画面 就来我这个直播 我和你们一起 直播节目非常的火爆 在线观众飙升到了一万多人 一阵缓冲之后 画面便开始抖动起来 各位兄弟姐妹们 大家好 前头追逃的那俩兄弟 逃得太快了 我不得不叫我哥们开摩托车来支援 现在我在摩托车 说话可能没那么清晰 请大家见谅 兜兜的画面里 常亮已经跑到了派出所的门口 兄弟姐妹们 现在的情况是 逃跑的兄弟进了派出所 这后头的兄弟会不会追进去呢 他追进去了 他追进去了 嘿 这哥们儿真凶啊 怕是要去橘子里打人吗 从我听说常亮跑进了派出所 我就知道 这家伙多半是没救了 这地儿管的是人 可管不住院师 此时最有效的逃命方式 应是找一家寺庙或是倒灌才对呀 那里头浩然之气长存 自然能够镇得住院师 而这个时候 杨文也走到了派出所门口 他伸手拉门 大门内的警察手握电棍 正指着他喝骂 让他赶紧站住 杨文自然不听 见门拉不开 便猛然一推 连人带门 一起推倒在地上 警察大怒 他从地上爬起来 电棍直接朝着杨文叫招呼我去 可是电棍处在杨文身上 半点反应也没有 那警察还在疑心 电棍是不是没电了 可再次被杨文退到地上 杨文跨过他的身体 向着缩在角落里的常亮走了过去 视频里传来了主播夸张的尖叫 我去 这哥们这么强 他竟然连电棍都不怕 天哪 这个时候 直播室里已经有人开始骂娘了 小康 我靠 我们是来看直播的 不止听你吹牛 赶紧把摄像头摆正了 对准那个杀气腾腾的一面哥 别抖来抖去 赶紧刷飞机 主播听到这儿 精神一震 赶紧把摄像头对准了杨文 杨文因为从直播开始到现在 一直是一种表情 所以被看客们亲切地称为一面哥 而常亮自被叫为熟窜哥 因为离得很远 视频并不清晰 房间里暴雨连连 主播顶不住了便叫道 大家别骂了 刚才说刷飞机的朋友 还有各位观众老爷 你们要是给我刷够了飞机 那我就给你们直播 嗖嗖嗖 五架飞机很快便凑齐了 主播算着到手的钱 声音里头满是豪情壮志 接着就悄悄溜进了大厅 他溜进去之后 躲在了沙发后面 这时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杨文身上 倒是没人注意到他 视频里 警察见电棍没用 拔出枪来 指着杨文的后背说 我不管你是谁 立刻给我站住 否则 我将开枪阻止你进一步犯罪 杨文完全充而不闻 他依旧往前走去 进了派出所 主播讲解的声音 也小了很多 我去 这哥们真硬啊 后面顶着枪都不停 看来神城警听 要出人命咯 第四十七章 完成任务 那警察警告了三次 都没叫停杨文 接着他就开枪了 砰的声音响起时 子弹穿入了杨文的大腿 天哪 开枪了天哪 小刚夸张地叫着 你们刚刚听到了吗 那可是枪声 我天 我还是头一回这么近地听到枪声 等等等等 哥们腿软得不行啊 大家等等 我这都快会吓尿了 我 把家里屋刷起来 给我壮壮胆嘛 哎呀呀 接着看 接着看啊 视频在黑屏了一阵后 慢慢又现出了人形 灯光底下 大腿中了一枪的杨文 没有一滴鲜血流出来 不过是身形微微一晃 随即就稳住了 继续向着常亮走过去 一面哥 真是硬啊 你们看到了吧 一面哥中了一下 打在腿上 天哪 他什么事都没有硬啊 这么稳当 难道 他是初代终结者 从未来消灭主角吗 主播的话说完 又遭到了一通筹骂 原因就是 观众们都说 就算有主角 也绝不可能是熟窜戈 他做主角 怕是没人愿意付钱看的 这主播赶紧改口 大家说的对 主角肯定不是他 这值班的警察也愣住了 从警以来 怕是也没遇到这种情况 眼看着杨文要冲到常亮面前了 他惊怒焦急 站住 给我站住 刚刚那枪是警告 你再往前一步 我绝不留情 杨文仍旧是没有听到的样子 他已经走到了常亮的面前 警察心知不能再迟疑 果断扣动了扳机 砰的一声 子弹从杨文后背穿入 正是胸口的位置 这一回主播是真的有些腿软了 试了好几次 总算是站起来 刚才你们都看到了吧 死人了死人了 这太刺激了 不行 我得走 不然被发现就惨了 这个时候若是走了 那就像是看电影 看到一半突然停电 观众自然不愿意 因此有很多观众威胁主播 若是走了 以后再也不看他了 主播咬咬牙 在土豪刷了礼物之后 终究是答应下来 哆嗦着把摄像头 瞄准了事发现场 杨文仍旧直愣愣站着 主播收拾了一下心情 仍旧说这些有的没的 警察也愣住了 他不明白是什么情况 又等了一会儿 见杨文没动静 便慢慢走上前去 还没走近呢 就见杨文动了 他双手揪住常亮的衣领 把他直接提了起来 然后就重重扔了出去 身中两枪 杨文的气力仍旧大的出奇 他将常亮扔到了三米高 重重撞到了天花瓣上 然后又落了下来 掉下来的时候是头朝下 因此脑袋几乎砸进枪子里 血水从浮尸之处流了出来 染红了整块地面 主播时忍不住了 往外拔腿就跑 跑的时候没有关掉直布功能 晃动的画面里 杨文查看到常亮已死 也是扑地而亡 在他身上冒出了一缕青烟 正是失效的服务路正在燃烧 主播跑到广场上 大声呼唤他的朋友 然后就响起了摩托车的轰鸣之声 直播到这儿已经没必要再看了 我摁掉了手机 闭上眼睛睡起觉来 想了想 我又爬起来 轻轻打开了房门 走到了走廊上 我扶着护栏往下看 大厅里 陈柔仍旧在忙碌 他将各种原料调和在一起 不停地试色 一直到自己满意了 这才作罢 我突然发现 他忙碌的背影 竟然很美 第二天早上 我看到了这样一条新闻 汉匪警局公然杀人 英勇警察果断开枪击毙 富途是杨文背后中枪 倒地身亡的场景 虽然我可以确定 这张照片一定是摆拍的 但是这样也好 他只是背后露出来 没有人会知道 他是死去了几天的死人 我和陈柔在附近 弥粉馆吃了早餐后 又在早餐店里坐了一会儿 我们估摸 这个时候的杨叔杨阿姨 应该把杨文的尸体领回来了 然后我们就往杨家而去 杨阿姨把我迎到家里 张口就说 常亮的事情是怎么一回事啊 常亮是害死杨文的凶手 我把事情的经过简单地说了一遍 听说常亮是害死杨文的凶手 杨阿姨很气愤 随即又听说常亮连自己的父母一定害了 他惊得张大了嘴巴 两久之后才说 常亮这孩子 小时候很腼腆的 就像是大姑娘似的 那么一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孩子 竟然做出这种事 实在是可怜了我家文儿啊 也没招谁 也没有惹谁 说着 又斥责杨武 你这孩子 你弟弟会平白无故地折腾吗 那是因为死的冤 要不是两位师父 他就冤死了 你知道不 杨武在一旁低头不语 杨阿姨则从怀里摸出了镯子 这镯子 我摆了摆手说 听杨文说 这是阿姨你的嫁妆 这么有纪念意义的东西 我们绝对不能收 再说了 镯子变些也难嘛 在追查凶手的时候 我们顺便替杨文讨了一笔债 一共是二十万 我们抽了一万 这十九万给你 第四十八章 所感何人 姓甚名谁 十九万 原来文儿赚了这么些钱 杨阿姨愣住了 我点了点头 是啊 杨文把这些钱 借给了一个叫邹东的朋友 现在还回来了 杨阿姨颤抖着 借过我手里的钱 怒视杨武和杨叔 你们以后都不许再骂文儿是废物了 他毕业才两三年 就存下了二十万 将牙缝里的东西都抠出来 存上了 你们还想怎么样啊 杨阿姨心中悲苦 这些悲苦 全化作了愤怒 杨武阳叔低着头 任凭她是无弱 好一会儿 杨阿姨骂得累了 招呼一声 都别愣着了 赶紧为文儿封关吧 这时候 陈柔站了出来 杨阿姨 不急 杨文的身体受了损伤 跟我为她化了妆 再封关吧 那多不好意思呀 这一回一回的 杨阿姨客气地说 不过看得出来 她还是希望自己的小儿子 能够体体面面地入土为安的 我和杨武一起 把杨文抬回了大厅 陈柔为她化妆 我则站在了一旁 杨文断了一只手臂 腿骨后背各一个洞 脸上也有划伤 陈柔有条不纹 为她修补伤口 截断手 费了好一番功夫后 总算是大功告成 为杨文化好了妆 陈柔一边收拾东西 一边看着我说 杨文 她好像有话对你说 我赶紧把耳朵 附在杨文胸口 就听杨文的声音说 谢谢你们 这没什么的 拿钱办事嘛 对了 替我 向我的父母还有哥哥道别 跟他们说 来生 我还愿做他们的儿子和兄弟 我应了一声 招呼杨武 杨武大哥 快来打把手 然后将杨文抬回了官里 我和陈柔便告辞而去了 杨阿姨一家 想让我们留下来 给杨文做趟法事 但被我们拒绝了 虽说这个我们懂 但我们是感尸人 感尸人只负责感尸 杂人饭完的事情 是不愿意做的 回去的路上 我取了三千块 将另外七千 递给了陈柔 陈柔接过去后 又递还了两千块给我 柔姐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你应得的 可是 我觉得三千块够了 不 这是钱的事 却也不是钱的事 收钱多少 是你地位的象征 之前我收三千块 那是学徒价 现在我收一半 意思就是出师了对吗 陈柔是笑笑说 你也可以这样认为 对了 有一件事情我要跟你说一下 今天是十一月十三 明天早上 我有事情要去办 可能要到二十号才能回来 一桩就交给你了 啊 柔姐 我才上手你就要走啊 我有些慌了 你走了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相信自己 你能够应付的 陈柔拍了拍我的肩膀 加快了脚步 第二天一早 陈柔便离开了 并没有说是什么原因 我没有再问 反正他想说 一定会说的 陈柔走了之后 我便开启了懒汉模式 晚上睡觉 一直到第二天十点才起 早餐直接给省了 在附近溜带一圈 便吃起午饭 当然不会自己做 街边小饭馆 一盘芹菜牛肉 就一瓶小酒 那滋味 别提多爽了 吃完中饭之后 继续睡觉 晚上一个人 在层城的街道上 逛上一圈 听着音乐 吃着小吃 唯一遗憾的是 层城人 没什么夜生活 基本上到了晚上九点 街上就看不到什么人了 我总不能一个人 在空荡荡的街道上闲逛吧 于是只好回去睡觉 这样的日子没过两天 我便有些顶不住了 我想去找陈柔 想回去看我老妈 去学校里的同学们那儿 吹牛打屁 可事实上我哪儿都不能去 我不能去找陈柔 因为我不知道她在哪儿 至于回家也是不能了 我可是因为 夺那落花洞女才来的义装 我怕我回家了 会给老妈带来麻烦 本想打个电话问候一下 想想还是算了 上次打电话还没几天呢 老打电话 怕是要撑妈保路 第三天中午 我坐在太阳底下 正剪着指甲呢 远远就走过来一个人 五十多岁的年纪 一头黑白夹杂的头发 一身中山装 鼻梁上夹着眼镜 一副老实打扮 不一会儿她走到了近前 小叔将抬头 看了看门上的匾额 小师傅 请问这一桩的感事 是否在吗 在的 我把从指甲里 抠出的污垢弹出去之后 轻声说着 老师傅客气地说 小师傅 能不能带我去 见见感事师傅 不用带了 在老先生疑惑的目光里 我满脸带笑地指着自己 我就是 你就是感事师傅 怎么 不像吗 老先生把我打量了一番 点了点头 想想想 想极了 我又皱眉霜 哪里像了 老先生愣住 不明白我什么想法 我也懒得逗他 把支架钱收起来便说 老先生 说吧 找我什么事情啊 想请先生 感事 所感何人 姓是名谁 家住何方 所感之人 名叫习明亮 高河村人 是 我的儿子 老先生说到这儿 声音竟是有些颤抖起来 我赶紧站了起来 老先生 屋里坐 老先生 名叫习中书 今年58岁 是富小的一名老师 教了一辈子的书了 可谓是 德高望重 他的儿子 习明亮 今年32岁 是一名生意人 成天东跑西跑 结果出了意外 习中书想着落叶归根 于是就想托我 将习明亮 送回高河村去 第49章 单独赶食 因为老家在山村里 还没有通车 因此 他想请我赶食 我点点头表示知道了 习中书迟疑地问 师父 你们这个行当 是怎么收费呢 老先生 不愧是一辈子 都住在象牙塔里的人 说到钱 这个字眼 脸还能红了 这样的人 能生个生意人 儿子出来 不知道算不算 是物种变异 收一万 有些贵了 不管怎么说 此前是两个人 现在是一个人 少了一份贡献 不过陈柔 虽然没有来 却不能少了 他那份 我真逐了一会儿 便说 这样吧 八千你看怎么样 要是行呢 咱们这就出发 要是不行 你另请高明吧 行 行行行 习中书赶紧硬道 打开随身携带的 掉了皮的公文包 从其中取出了一叠钱来 他抽出了二十张 递给我说 小师傅 你收拾我 看看有没有少 我心说 还是要少了呀 应该要一万的 人家本来就打算付我一万 这下倒好 一松嘴 两千就没了 我把钱收好 让习中书老先生 在门外去等我 收拾了些东西 我便随他而去 老先生是个很节约的人 走到街上 也舍不得打车 在公交站台上等车 等了半个小时 总算是等到了班车 又坐了半个小时的车 总算到了老先生的家里 家中很是惨淡 只有老先生的妻子 正守在灵前 习明亮的妻子和孩子 嫌晦气 昨天就回娘家了 我心说 这都是什么人呢 但是当我一抬眼 看到卧室的结婚照时 我顿时就原谅了 我还没见过面的 习明亮的妻子 习明亮一张油柄脸 身躯很胖 具体相貌 可以参考高晓松 高晓松虽然脸大胖了些 但是架不住 人家有一对大眼睛 可以双迷人的双眼皮 习明亮连高晓松唯一的优点都没有 他的眼睛小得像是被揉进面团里的两只苍蝇 还有点三角眼 看起来十分凶狠 看看习明亮 再看看习中书 我都要怀疑 这孩子是不是他的了 回来了 习母的声音有其无理 小先生 请坐吧 我给你倒水 我赶紧摆手 不用了 不用了 不知道为什么 待在房间里 我感觉特别的压抑 站在院子里 我看着不远处的棺木 老先生 八爷 你们对出门的时间 有讲究吗 习中书翻出历书来 对我说 小师傅 你看这个时辰怎么样啊 我接过历书一看 眉头便皱了起来 老先生 你看啊 子时确实是不错 但是这里有行小字 是 时不宜远足 远足则 虽然后面的字被撕掉了 但是结合前一句话 我猜测被撕的字是不吉 事实上 我还是错误的估计了 李书上本来说明的是 事实不宜远足 远足则大凶 层城到他要去的地方 大概有六十里路 算得上是远足了 习中书应了一声 扶了扶眼镜 将李书又看了一遍 老头子我眼花了 这上面确实有这么一句 可是这个时辰 恰好是我儿子 习明亮的生日 生日出生日回 也算是圆满了 小先生 你觉得呢 原来如此 那要这样就说得过去了 我点点头 行 那就今晚此时吧 习中书见我答应了 非常高兴 当即让习母 备了些干牛肉 一瓶洋梅酒 说是可以用来驱寒 我也没客气 先把东西收下 与习中书聊了几句 然后便起身 前去看那尸体 先顾活人 后顾死人 这也是赶尸一行的规矩 毕竟咱的钱是从活人手上拿的 不是从死人手里拿的 走到关前 我示意要开关 习中书便过来帮忙 听说他是出意外似的 所以我早就有了些心理准备 但是当我看到 习明亮的尸体的时候 还是被吓了一跳 他的脸肿得像是猪头 破损之处还欠了石头茶子 身上到处都是伤 有割裂的 有瘀青 看样子是失事之后 滚下了山崖 这时候我深深地意识到 沉柔的重要性 如果他在 不出两个小时 就能将尸体画得更活人似的 但他现在不在吗 不是 我心里寻思 不能走大路了 得走山路 而且哪条山路偏 我就走哪条 我只能在深夜里赶路 以免被别人看到 想到这儿 我心里头只有一个念头 钱 收少了 不过买卖谈都谈了 那也只能如此了 到了此时 我将帆布包往肩上一挂 冲习中书夫妇说 走了 老先生老太太赶紧跟了出来 连说小师傅辛苦了 我点点头 手搭在棺木上 没动静 我又伸手翘了三翘 这就好比提前打招呼 让习明亮 有个心理准备 然后我一晃起尸灵 习明亮便从棺木之中坐了起来 再一摇 他便从棺木中跃出来 站在了我的身后 我嘴里念念有词 又一摇起尸灵 便当先走出了院子 习明亮跟着我 很快便走出了小巷子 回头看时 习中书和习阿姨就站在门口 依依不舍看着我们 出了小巷之后 我捡了一条偏僻的小路 往山上走 心里祈求着最好不要有人出现 不然的话 惊了人还好说 让神婆受魂也就是了 要是经了诗 那可就是一件麻烦的事情了 说实话 没有陈柔在 我还是心里没底 这毕竟是我头一回单独干事呢 小路一眼就能看到尽头 但是走起来 却像是没有尽头似的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你越担心出事 就越容易出事 我们在经过一户人家门口时 恰逢那家小孩出门尿尿 小孩看到我没什么表情 反倒是大方地把裤子往下一拉 就开始尿了起来 这个时候 屋里有女人喊道 张明泽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尿尿要去厕所 尿尿要去厕所 你为什么不听啊 小男孩头也不会地说 厕所那么臭 自然是能不去就不去了 小男孩尿得正欢呢 面前突然出现了一张死人的脸 这吓得他当场把尿给毙了回去 惨叫一声便跑回了屋里 整个过程就是转眼之间 我根本来不及有任何反应 小孩嗓门大 那一声尖叫能让十里外都听得清清楚楚 听到小孩的尖叫 母亲当即从房间里跑了出来 把小男孩搂进怀里 名字别怕 怎么了 怎么了 小男孩指着门外说 那里有死人 迎着走过来的小男孩的母亲 我还寻思着要跟他怎么解释呢 可是一回头 习明亮不见了 肯定是刚才那声叫唤惊尸了 我四处一望 就见一道人影快速地消失在了前面的树林里 这时我也来不及多说了 八腿就跑 我这一追 小男孩的母亲还当我是贼 被人撞见了想跑 立刻大喊大叫起来 抓小偷 抓小偷 乡亲们 快起来抓小偷啊 我心里说着 没有调查就污蔑我 怕是很不合适吧 不过这个时候 也只能由得他们了 我得尽快找到习明亮才行 我冲入树林时 已经不见了习明亮的影子 正在寻找 可村民们已经追了上来 没办法 我只好往森林里头钻 村民们追了一阵 见追不上也就散去了 我坐在老鼠根底下 心想这都叫什么事啊 我就干个事 没招谁惹谁 就被追着喊打 现在倒好 身处不知何方 习明亮也不知去了哪了 虽说被追得双腿发软 我还是面丽站了起来 习明亮已经成了精士了 我得赶紧把他找到 不然要是让他沾上了血 后果不堪设想 我掏出罗盘 嘴里喃喃念叨 兄弟 这下全靠你了 伸手在罗盘上一拨 指针便飞速转了起来 转了好一会儿 终于慢慢停了下来 正指着西北方向 我一路急走 在荆棘丛中扮行了数百米 眼看罗盘越转越急 心中大喜 等到从树林中走出来的时候 我顿时傻眼 这儿哪有习明亮的影子 这根本就是个坟场 这下我想凭罗盘 找到习明亮的计划 算是彻底泡烫了 我寻思着 哪里来的还是哪里去好了 习明亮已经成了精师 无头苍蝇似的 应该跑不远 想到这儿 我便往回走 绕了一大圈 又回到了我和习明亮 失散的村落 走在石板路上 我努力地回忆着 当时的场景 那个叫做张明泽的小孩 一生惊吓之后 应该就是经师的原因 如果平常 我肯定会有反应 因为经师 会让师的阴气大幅增加 最明显的特征 就是平地阴风起 而我就在他身旁呢 可那个时候 我被小男孩的母亲 吸引了全部的注意力 等到反应过来的时候 经师已经跑了 而我也被愤怒的村民 坠入了森林 我当时记得 习明亮是往西面跑的 因为那里路很窄 我担心是死胡同 所以没有追过去 我在原地转了一圈 向着记忆中 习明亮逃跑的方向追去 一路上我小心翼翼 生怕再次惊动村民 上次因为地势开阔 我想逃并不算难 可这次是深入巷子 要是被他们包了饺子 那可就麻烦了 我眼观四面 耳听八方 不停拨动着罗盘 期待他能给我一些指示 但是后山坟场的阴气 实在太重 隔了这么远 仍然影响罗盘的走向 又往下走了一段 我下意识拨动罗盘 指针速度放缓之后 却出现了异常的状态 原本因为后山坟场的影响 罗盘指针放缓之后 都是下意识指向西北方 可这一次不同 指针在指到我右手位置的时候 明显顿了一下 左右晃动了好一会儿 这才指向了西北 有动静了 我看向我右手方向 那里有堵墙 墙里是个院子 院子里有一幢三层小楼 我爬上墙往里一看 月光下 院子分割成好几块 中油青菜之类的 还有个葡萄架子 我爬上围墙 罗盘就晃动得更厉害 我抬眼望去 就见角落里架着一只简易小棚 一到黑影 就蹭在水泥棚子边上 不知道在做什么 我心说还抓小偷呢 粘得好人到处跑 这真正的小偷都进家门了 我盘着墙壁 悄然滑下 向着那小偷摸了过去 顺手在地上 摸了半块板砖在手 在靠近那黑影的时候 我闻到了血腥的味道 一种不好的预感涌上了心头 我大步上前 一把把那黑影揪了起来 抬眼一看 正是习明亮 他双手抱着一只土狗 正在吸血呢 而那只灰色的土狗 早已死去多时 我心说好险呢 得亏是狗 狗姓属羊 狗血自然也是 因此黑狗血可以退血碎 习明亮吸的不是黑狗血 但因为是狗血 所以他虽说吸了 也不会成为凶尸 若是吸了人血 鸡血 同样都会失变 我心说这回 算是有惊无险 接下来 我无论如何 也得堪劳他 不能让他再脱离我的视线了 想到这儿 我一晃起尸灵 停 习明亮 闻声便站住 我费了老鼻子的劲 总算把死狗 从他怀里扯了下来 又在草丛里 擦干净了手上的鞋 我拉开了院门 百里归途 金气成 五代如等 回家乡